中国最硬核的七所大学并不是清华北大 下面这七所高校你可能没听过名字 但却是国家更需要的 其中有几个甚至被美国拉黑和攻击的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第一家西北工业大学 在航空领域有一半的总工程师 出自这所学校 他擅长研发各种新型战斗机 是国外最害怕的一所高校 前段时间美国黑客攻击的正是他 第二家哈尔滨工业大学 他在国防领域的综合实力排名中国第一 世界第六 不论是神舟飞天还是载人深浅 都有哈工大的身影 第三家哈尔滨工程大学 他在航海领域填补了中国的许多空白 是核潜艇人才的重要基地 中国第一艘实验潜艇 第一艘水艺艇 第一台舰载计算机 全都出自哈工程 第四家北京理工大学 他专攻各种攻击型武器 在雷达火箭机器人等领域的实力非常强悍 做坦克上课的学生啊 就是这所学校的 第五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要研究把人送上天 天空乱不乱 北航说了算 咱们引以为傲的天工一号 就出自这所高校 第六家南京理工大学 他的火炮系统研究排名全国第一 学校的兵器博物馆里 更是珍藏了一战以来 世界各国的武器装备 如此专业的博物馆 全国只有这一家 第七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要研究的是无人机 无人驾驶把机 高原无人驾驶机 无人驾驶直升机等 都是他的擅长领域 这七所高校合称国防妻子 虽然没有清华北大有名 但他们为国家 一直默默的贡献技术和人才 你愿意给他们点个赞吗 抖音